跟她在一块也没多久 就几个月 开始的时候还挺好 就是她做什么事都去让我答应她 什么事呢我都去按她的办 但是后来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她都是先答应我一些事情 过后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错啊 她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朋友面前我也听她的 我感觉这样很没面子 我也会为她去做 我觉得她特别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当面答应我的事说得很好 但背后却不这么做了 我觉得她这样做一些小事 我都能忍 但是后来一些事情 实在是让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现在一开始跟我提分手 我感觉她现在有点无理取闹 其实我都为她通知那么多了 她也要分手 其实我感觉她在考虑考虑 我感觉我感觉她挺合适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1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销售 有请小李有请 女嘉宾小赵23岁 同样来自辽宁 戴叶 来 有请小赵 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多久了 恋爱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呀 对 怎么恋爱的上的呢 因为我们之前就认识 认识之后呢就是在网上聊聊 有次她跟她的前男友分手 对我说了 然后我就安慰问她 咱就这样 然后就在一起了 安慰在一起的 是吗姑娘 我们之前就认识 我觉得她还不错 长得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同意了 那你跟你前男友分手 跟她没关系吧 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安慰了多久成了你的女朋友 安慰了第一个两个多月吧 这个谈了半年为什么来呀 半年应该是火热气呀 谁要来的呀 她要来的 我 来干嘛呀 就刚开始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这男生也还挺好的 各方面都很好 对我也很体贴的 后来时间一长了 我就觉得有一些问题 这有啥长 不是才半年吧 半年也很长了 好好好 说说说 我这人吧 我比较注意别人 对我许下的承诺 就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你答应的事情 你就一定也得做到 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别答应 但她就是 答应我一些事情 转的时候就忘了 我基本上答应的事 我都为你做到了 那你还是没做到啊 什么事我都为你去做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吧 她好喝酒 然后经常跟她一些朋友 出去喝酒 然后有的时候我容易喝多 喝多了就爱丢东西 我就想着吧 我们俩在一起 就想管着她点 别让她老是喝酒了 然后她刚开始就跟我说 行 我以后再也不去喝酒了 后来你就坚持了没几天 我就发现她又偷偷出去喝酒了 哪叫没几天呢 我答应了 我说以后会少喝 没必要的酒 我也肯定不会去喝 朋友叫我 我也不出去 以前我基本都是三五天 一个星期喝一回 然后现在呢 基本都是后期之后 半个月了 朋友打电话 打也不行 就打电话打爆了 我才去出去喝一回 她之前喝酒吧 我都知道 她现在喝酒 我都不知道了 她开始找理由了 她有的时候 跟她朋友去喝酒 然后跟我说 我回去看我妈了 然后我一想着 回去看她妈 那就去吧 然后其实她没回家 然后去喝酒了 那我那么说 不是怕你生气吗 你一生气 她肯定不让我去 然后不让我去呢 朋友一说 你怎么不来呀 我说 我女朋友不让我去 那我朋友说 那你那么怕女朋友的人呢 那肯定一点便 都没有在外面 就是因为她喝酒 老丢钱嘛 我想着 你本来挣的就不多 你再丢点 那就没得花了呀 然后我就说 要不然你把你的钱 放在我这吧 我给你管着 然后到时候 你要用的话 我再给你 她是答应得好好的 给了 给了 就给了一两次 后期她就说 她没去工作了 因为她原本 不是在那工作嘛 她跟我说 她那工作辞了 觉得干得不好 又不顺心 也不想干了 说换一个工作吧 然后可能这段时间 就不挣什么钱了 先不给我了 然后我说 那行吧 然后我同意了 后来我才发现 她没辞工作 她还在原来 那地上班 她就也挣着工资呢 就是没给我了 因为我这样做 我是心里不得劲 因为开始给你吧 我是心甘情愿 但是到后期之后呢 她就对我说过 她说她的钱呢 有什么都不听她的 但是到我这 就想让我什么都听她的 她一直拿我跟她 那钱男友做比较 所以说这点 我心里很不得劲 后期呢 她还跟她一个闺蜜吧 说 说我这个人 怎么怎么地 我每个月的钱 都交给她 她还说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怎么这都行 你可以说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有商业心 我可以给 但是你对别人说 这点我肯定接受不了 毕竟我是一个男人 这点肯定接受不了 是这样吗 姑娘 前男友不听话 这个听话 就是我觉得 之前找那不行 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了 那找下一个 怎么着 也得比以前好呀 没有以前好 我要找你干嘛呀 那她有以前好吗 就是很多事情 她都听了嘛 但是她就是听得不持久 就偶尔就变了嘛 那最起码我是听了 那她还不听呢 你怎么不说呢 哎呦 你也把自己跟别人比啊 哎呀 对啊 她还老说 我跟我朋友说她 我觉得很正常 女生在一起 不都那样吗 就说说嘛 你有什么不好的 好的 好的我也说了 没说光说不好的 我是没看着好的 我看着都是不好的 老说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有啊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 不是半年多了吗 在半年那时候吗 我就想说 要不然我们纪念一下 因为我跟前男友在一起 很多年了 然后就也没什么 就没搞过什么浪漫 我就想着坏了一个 总得尝试一下吧 我就跟她说 明白了 这个是补偿的 你看 那是不听话 这个要听话 那个不浪漫 这个得浪漫 行啊 接着说啊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到时候你 咱们俩出去玩玩 然后买个蛋糕什么的 庆祝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样 我发个朋友圈啊 然后我前男友的朋友看到了 是不是也能气一下她了 哦 结果她让你这个算盘落空了是吧 哦 对 那天我不知道她干嘛了 我打电话的时候 头几个她接了 后来的时候她没接 再打都关机了 我之前我跟你说了 我说那天我们同志聚会 我说等我们吃完饭 我说我就回家 我说不然你就过来 我也跟我们同志说了 我说我的女朋友过来 他们也都说可以 但是让你来你不来 最后呢 就是我可能 也是跟同志们喝酒嘛 都是年轻人 喝的可能也是有点 稍微有点多了 之后她就一直打电话 然后我们又出去去歌厅 KTV来唱我歌了 然后就怎么着 电话可能就是听不着 一直打电话 电话就关机了 关机之后 等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吧 我又开个机 我看看她给我打电话 跟发信息了 我又对你解释了 然后她呢 就一直跟我生这个气 她是经常拿你 跟她男朋友比吗 你告诉我 对 当面不比吗 当面不比 就是有时候 说两句话了 我哪个人做的 不听她的了 她就说啊 你也不听我的 我本来我的前男生 就不听我 你还不听我的 然后我就一点点 我就听她的 那你有前女友吗 我也有前女友 你会拿前女友 跟她比吗 没比过 一次没比过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她倒是不比了 她背着我联系啊 我呢 前女友 基本就是 我呢也就是属于是朋友吧 之前我都答应她 给她删了 删了之后呢 给谁删了 前女友 删了 什么删了 前女友是微信删了 电话基本是 都拉黑了 压根就没删 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之前是删了 然后呢 然后前女友 就是家我嘛 托我帮她找工作 我说这个可以 我说毕竟是来我这个城市 她自己一个人来的 没有认识的朋友 然后我就帮她找工作来了 然后她就知道了 然后就是不乐意了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怎么样呢 刚开始她聊天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那是她前女友 就聊 聊的反正不算太暧昧吧 但我感觉有一点暧昧吧 然后也有提到一些什么 找工作啊 多少钱之类的 我不知道那是谁啊 我也没好意思问她 我就随口一提 我说跟你聊天 那个人谁谁啊 她说那是她朋友家的一个 什么远房的表妹 我一想都扒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嘛 我也没多想 然后过了几天 她还聊得太频了 那手机掌你身上了 又一直在那聊 然后后来我发现 是她前女友 她也承认了嘛 当着我的面就给删了 而且跟我保证说 又再也不跟她前女友联系了 后来我发现还联系 换了个头像 改了个名字 然后被我发现了 那我不是帮她找工作了吗 再说她还是一直不相信我 我这手机啊 我俩聊半天 我手机都给她看 我说我俩一通电话没打过 一个信息没发过 都是微信联系 我说微信我也不会删 我说你就一直看 我俩聊什么都给她看 她就是托我帮她找工作 就是这点事 然后呢 她就一直以为我俩有事 我还怕她生气 然后就这样 我还不敢跟她说 那你找工作 那为啥刚开始 你不说是你前女友啊 还换一个头像 改个名字 那我不怕你生气嘛 那换头像改名字 那明显的俩人狼狈为奸 她为什么听你的 啥叫狼狈为奸呢 聊点记录你没看是怎么的 我俩聊一点过分的事了吗 一点都没有吧 为啥你让她改头像 她就改头像 她那么听你的 因为之前你已经 咱俩因为她吧 已经生过一次气了 但是她呢 又求助我 让我帮她找个工作 就是说她在这吧 谁也不认识 只认识我 我说行 我说我帮你 我说但是呢 我说帮你找完工作 我说咱俩就别联系了 我说因为我怕 我的女朋友生气 她说行 她说你再帮我 介绍两种工作 我要是面试成功之后 咱俩就别联系了 找成了吧现在 现在还在面试当中 也就是说还得再联系 对还得帮她找 她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 你还得一直联系 那不能一直找不到 那你得跟她说呀 听明白了啊 这个就听得 听出点意思来 女生是觉得 男生养奉因为 对不对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 还跟前女友 藕断丝连 对吧 我觉得她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你骗我的话 我心里特别特别受不了 只要有一点小时 我都受不了 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情 是吧 对 相处半年 女生要分手 你不想分是吧 对 我感觉这没有必要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 沙老师 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想一句话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你们俩身上 这句话真的特别合适 本来一开始我以为 她每天把前男友挂在嘴上 这事挺刺激人的 但是一说你帮前女友找工作 不找到为止 就不善联系方式 这事也挺刺激人的 还有姑娘我跟你说 爱情不是买东西 你不能货比三家 然后期待你一定能买到更好的 然后你还要求这个卖家 能够给你这个免费推换货 所以你不能以一种 光时场的心态 去挑男朋友 你知道你上一段 感情的失利的地方在什么 你应该找到这个失利的问题 想着接下来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把这个问题 抛给你下一任 感情是相互的 你只要求对方变得更好 可是你想要 你自己有没有变得更好 所以很多的时候 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不要总把问题抛给对方 跟男生也说 就是明明行为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就是不想删前女友 就是想继续保持联系 你明明知道前女友 让你帮她找工作 就是一个借口 就是以这个为理由来接近你 你傻呀 她自己不会去网上搜 不会去找工作 不会去找面试的机会 必须要通过你呀 这么简单套路你还看不出来 所以你对她的心 真心有多少 你自己也很清楚 希望你们两个人能 好自为之吧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许总 你们俩在一起伴女人 彼此真的了解吗 彼此真的愿意为对商付出吗 当两个人决定在一起 一定是爱对方 心甘情愿地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行为 一定不是某一方强去要 就比如你 女孩 首先她是否是你找到对的那个人 你不确定 所以你搬出了几个条件 你的钱放在我这儿 那你就是爱我 你得听我的话 你不能和前女友去联系 如果她答应了 好像这就是一个爱你的标准 但其实不云然 其实所有的她的表面的动作 都是你要的 而不是她心甘情愿给你的 所以就会发现 她给了你钱后悔了 所以她就会编出一些谎言说 我现在没有钱了 前女友你不能够联系 但她自己还是自己原则 我联系 但是我并没有付诸情感 我只是在帮助她 所以她瞒着你做一些事情 她说我怕你知道 所以瞒着你 她如果是真是怕的话 她都不敢去做 而这种所谓怕和不敢 其实要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爱 对 真的是爱你 真的是觉得你受伤了 你生气了 她会难过 这会儿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她不会去做那些 你认为不行的事情 同样 你也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当你把她的原则 考虑在心里 作为自己的原则的时候 请问 你还会时常把 前男友的事情 挂在嘴边吗 你还会因为 你明明知道她不愿意 你为什么还要去管她 她心里难受吗 你有没有感同身受 她自己的感受 也没有 所以两个本来就是两个轨迹的人 在一起所有的事情 都显得那么别别扭扭 源自于 因为你们真是 不是真心付出的 不是甘愿的 不是愿意 不是考虑对方的原则 和对方的感受的 所以在一起就会出现 很多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应该去审视自己内心 你所做的所有的那些事情 是否真是为她着想 当两个人在一起相爱的时候 彼此的原则 就成为共同的唯一的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啊 也好 我们情侣在一起 时间长了 会说出相同的话 会养成相同的习惯 会有相同的朋友 你们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离把钱放在一起 这么在一起 还远了呢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再说到他跟前女友联系的时候 你好像并不痛苦 其实爱情是很美好 很朦胧的 没有谁会一天到晚 把前男友放进来 比较 一比较 这爱情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你好像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天天比 谈恋爱就好好谈 老跟前任比什么比呢 你真好意思啊 对 人还是要有点不好意思的 要不然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也是一样的 你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其实你比他更恶劣 你知道吗 你心里的想法就是 你的原本的解释是说 我不告诉你是害怕说 你更不高兴 对吧 但其实你 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你心里是这样想的 太小样 还想管我 我随便动个小手 直头 我都把你骗得轮轮转 对吧 你看我满着你 你知道吗 发现我跟我前女友联系 我换个头像 你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如果谈恋爱 谈到最后是在比智商 就没什么意思 你心里每一次骗他 你内心好意思啊 你还好意思 在这个舞台上 跟主持人说 其实他说的 我都做到了 你自己摸摸 你自己的良性 你对对方坦诚 他是不好 他有些事情说在明面上 但他至少有一说意 你呢 所以说你们俩在一起 是谈恋爱吗 不是在谈恋爱 你们俩是在做游戏 女方贴出游戏规则 约法三章 我要这样 男方说 什么约法三章啊 我自有我的想法 我想诚挚地告诉你们俩 恋爱在一起不能比较 此时死刻当下 对方的这个人 对方的这份情 是内心最珍贵的 我们不能去欺骗他 更不能把这一份 内心唯一的感情 跟其他的感情去比较 我们既然要谈 就彼此尊重 不要斗心眼 听见没有 听见 就这样 不界定了 是什么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半年嘛 时间很短 对吧 人一辈子可怕的 不是犯错 是犯了错以后不纠正 及时纠正吧 改过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纠错无外回于几种啊 真诚地面对对方 真诚地开始 对吧 真诚地面对内心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 只是一场交易 这场交易的内幕叫做 我需要安慰 我需要一个 我认为还好看的女人 陪在我的身边 那就把这个错误 纠正了就好了嘛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 以后呢 我肯定会 答你的事 肯定会给你办到 办不到的呢 我也会尽量去给你办 反正我还是希望 咱俩在一起 我感觉咱俩是挺合适的 虽然说有时候我说话不算数 然后有时候口是心非 然后以后肯定会 也会好好地对你 以后也不会再骗你了 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 虽然以前撒了很多的谎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到底该不该信你 因为每次我都很相信你 但你让我失望 就想一下吧 来 请亮灯 好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曾经的朋友 因为女方的失恋 男方开始安慰 安慰出来了一段情感 在半年相处的情感过程当中 女方更愿意用比较 与男方相处 男方更愿意用 捉迷藏的方式 跟女方斗志 最后这段情感 情归何处 当然主意要他们自己拿 那几天喝苦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让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 请开门 还有话吗 我感觉刚才老师们说的还有主任说的也对 我感觉我们俩还是太年轻了 然后 以后肯定也会 好好地改改自己的嘴 不能随便答应别人 不能随便骗别人 好 行 跟他说再见吧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小李 请回 拜拜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下载